黃毓民議員 請你提出你的問題 這是天經地義的 我關心的是 這個問題答覆的第三部分 講這個資訊自由流通法 你的答覆是一塊塊 你找一下資料 在前朝六宮我已經提過 OK 要訂立一個資訊自由流通法 令到政府可以盡告知的義務 Application to inform 你有官方保密法 你沒有資訊自由流通法 這些問題就這樣產生 是不是 所以我要問政府的 就是 你 有沒有定點而考慮 要去草擬 或制定這個資訊自由流通法 還有主席 他們的答覆 就佔了八分鐘 是不是 黃毓民議員 這些政府官員 現在懂得玩招的了 你提出你的問題 水蛇春那麼長 那個答覆 又要讀一次 就浪費我們時間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請你坐下給歡迎回答 哪位 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黃毓民議員 請你不要坐在這個位置 大聲呼叫 黃毓民議員 請你不要坐在這個位置 大聲呼叫 黃毓民議員 主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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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官員答的問題 可能有議員認為不滿意 甚至認為是錯誤 做法並不是由議員在委員大聲喊出來 所以黃耀文議員請您不要坐在這個位置那裡大聲呼叫 局長 特朗普 主席 其實我還沒回答